当你决定要开始理财的时候 你就付了一半了 我和我身边的朋友 是属于比较早就有理财观念的那种 这么多年 其实我也看了有很多很多这种 关于理财类的书籍了 所以今儿我就把我个人觉得 对一些新手小白比较友好的 可以去帮助我们树立一些 正确的财富认知的宝藏书单 推荐给各位宝们 关于如何免费的去看到这些书籍 我之前也是有给你们分享过的 不会的就再去翻翻我之前的攻略吧 第一本书 富有的习惯 极少有人的财富是一夜暴富的 大多数普通人 他们的财富还是在日积月累下攒起来的 这本书的作者 他就研究了很多很多 白手起家的富人 以及一些穷人 他们在一些行为语言 思维以及生活上的不同差异 总结了一些 能够让我们去沿着这些富人的脚步 或者是他们成功的方向向前的一些小习惯 就比如说 极大多数的富人 他们都会制定一下每天啊 每月甚至是每年的目标 并且全身心的投入去完成实现他们的目标 还有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在自身行业相关的书籍上啊 或者是提升自我上 我读完以后最深刻的一个感受 就这本书它不仅是在教我们变富有 更是在锻炼我们人生的把控力 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 其实你日积月累坚持下来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当你都能做到这样以后 你怎么会不成功呢 第二本就是慢慢变富 这个和第一本是有点类似的 也是通过这种几十个小经验啊 小习惯来帮助我们普通人实现逆袭的 包括我之前给你们分享过的很多我关于花钱啊 用钱的一些经验也是从这本书里学来的 就比如说我跟你说的 要把钱花在一些体验感上 而并非是一些食物啊 或者是生食品 还有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就是自我投资等等 书里也会教我们一些 如何去赚到你人生当中第一桶金啊 或者是当你很有钱很有钱以后 你应该如何有效投资等等 语句很简洁哈 但是句句都在点上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拥有这种 一夜暴富的运气嘛 所以我们更要去放平心态 要一步一步的 稳扎稳打的去培养我们这个 面富的能力 第三本 躺着赚钱 这本书其实我最开始也是被它名字吸引的 我以为会是更加偏鸡汤的东西 没想到它其实这本书 更像是一个 实操干货类的 教你如何理财的 我觉得是更加适合于 稍微有一点点 经济基础理论的姐妹看 里面面用了大量的数字啊 以及思维导图 去帮我们梳理这个结构 逻辑很清晰明了 并且它的话其实也挺白话的 我看完以后给你们总结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钱真的不要去乱投 当你去真正的掌握到这个经济周期以后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高点 什么时候是低点 什么时候该入场 根据这个去调整你赚钱的方向和节奏 这样才能够让你去抓住更多的机遇机会 去赚更多的钱 包括书里还会教你 如何去根据你自己身上的自由现金流 去估算自己的身家价值 估算了以后再去根据现有的价值 去进行一些合理的消费 以及教你怎么去制定计划表格 看看离你赚到第一个一百万 到底还有多远 好啦希望宝儿们都能拥有一片 领养的前途哈 还有什么想看的就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吧 爱你们哦 拜拜